这里是四川琼来 在琼来城区的外面 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文明悉俗的名山 百贺山 四川西有名的佛教丛林 和游览圣地 被誉为是琼来的后花园 前些天我们去了火井镇 当时在火井镇游玩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给我们讲 历史上火井县的首任县令 原田刚的墓就在这座百贺山上 我们知道原田刚是唐代 著名的玄学家和天文学家 他与李淳峰共同创作的天下奇书 《推背土》而闻名天下 而他在去世后 他的墓也是一个巨大的秘团 有人说他的墓是在西安 也有人说他的墓是在浪中 浪中那边他的墓 很多朋友到那边去游玩的时候 都会到那个地方去参观看一看 但是在琼来的百贺山上 有原田刚的墓 这种说法在网上比较多 有说以前专家来这里考察过 但是墓已经被破坏 最终这里是不是原田刚的墓 现在还没有定论 百贺山上著名的景点之一 就是这座鹤灵寺 鹤灵寺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寺庙 现在这里在维修 没有对外开放 曾经也有一些游客 莫名到这里来看原田刚部的遗址 但具体的位置在网上也没有具体的说法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来看一看 看能不能找到 真的是有那么一个原田刚部的遗址 竹文化的景观 感觉就像是在穿越时空 大兴土木 一片热闹的场景 看这山上的环景 应该是一个很适合隐居的地方 相传汉大的学者胡安 曾隐居在这里 这是一片塔林 环景优美 蚕翼浓厚 幽长 喝茶的地方 没什么人气 刚刚我询问了本地的这两位老人 他们讲 他们没有听说过 百鹤山上有原田刚的墓 道士在这里有一位 曾经是林琼比较出名的道士的墓 但是那座墓也是被毁了 墓民来找 还真有一些困难 这边是一个岔路 是围绕着这座山的山顶 扰的一圈 我们先走这边吧 走这边过去找一圈 看能否打听得到一些信息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是百鹤山的后山 后山是比较幽深的 环境也挺好 而且在这里也有一些茶铺 可以喝茶 盛凉 这里面真的是挺凉爽 这一段喝茶的地方挺多的 大山深处 见不到现代化的建筑 规模不大的十颗墓崖 都已经风化了 人少 十颗徒步 一片巨大的石岩 这下面都是凿空的 石岩的下面也有墨崖 但都已经风化掉了 沾上出名的大佛 这里的竹子也不少 站在观景台上 能看到远处穷来的城区 下面的山沟里也有喝茶的地方 炎热的夏天 这样的环境是最受人民喜欢的 一路问了多次当地居民 他们都不知道我所说的原田缸的墓 难道这是谣传吗 继续往前面走 我们再去找一会儿 纵然是找不到的话 也要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 咬叫名缠 空气清新 闭目养神 这里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虽然是山野 不过这里的道路和环境 真的是打造的很不错 感觉不到那种荒野 这边有一个牌子 我们来看一下 赫林寺磨牙造像 唐代的磨牙造像 这里的磨牙造像比较多 分布在这里的山上 大概有4平方公里左右 这一坎里面的佛像比较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已经被封化了 有些都辨别不出来 一整块石头 这些树林的后面的牙鼻上 还有很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种磨牙造像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上去看一看 看那边是不是比刚才要保存的完整一些 这一坎里面的佛像要大一些 但是还是封化的挺厉害 百鹤山不仅只是佛教圣地 也是道教仙山 这里的文化景观还比较多 望西台应该是一个观景台之类的一个地方 从这个位置也能看得到琼莱市的城区 而且看到的范围比我们刚才在那个地方看得更大 这边有一个喝茶休闲的地方 我们再到这个位置来打听一下 这里的人倒是挺热情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只知道在这上面还有一个塔叫西塔 是比较老的一座塔 这里的喝茶还挺特别 在喝茶的同时可以在这里健身 这个健身都是免费的 只要你在这边喝茶 就可以免费的健身 老板们很有商业头脑 密林深处若隐若现的砖塔 这座塔叫西塔 始建于宋朝 清道光年间重建 从下面往上面看还是挺高的 总共有七层 中心是十星的高塔 高度18米 八角形 塔虽然不高 不壮观 但在这里与周边的环景相比 就显得精美 非常的精秀 我们绕了一圈 但是仍然没有找得到 袁天岗墓的遗址 就连这里的人听都没有听说过 难道网上说的有误吗 有知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 好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